师父从凡间带回一个小师妹 她天赋绝佳 修炼刻苦 很快成为我们这个 百烂宗门里最争气的弟子 师父为了她 心外受损 她却为救建宗那位新上人 偷走师父的救命药 她站在山顶 毫无愧疚 大师姐 大道无情 若就是原罪 我跟你们这群 无所事事的废物不一样 我要成仙 去建宗清理门户那日 我从院里的石墨下 刨出一把生了绣的剑 痴迷打铁的二师妹 从鸡脚嘎拉里 翻出了灰的白玉琵琶 一心种花的三师弟 从屋七马黑的花匪里 扒拉出一枚白骨绍 一路上 所有人都在问我 为一个破落宗门里 修为平平的老头 与天下第一大宗为敌 至于吗 嗯 至于 草莓精尖提醒您 小说流云建筑正文开始咯 师父死的那天 宗门里冷冷清清 身边只有我们三个徒弟 和一头陪伴他多年的亲女 过侠宗是个破落的宗门 在实力为尊的修仙界 根本排不上名号 师父的死 就像一粒小狮子投进大海 连一尚未荡开 就没了声息 我用平日里给松菜松土的锄头 在菜园里挖了四四方方的坑 将老头子前肩上的血擦干净 摆了个双手交叠的姿势 埋了进去 爱打铁的二师妹 忙了一天一夜 助了一对丑丑的铁狮子正在坟头 说是怕他在地下嘴碎牢口 容易犯众目挨打 搞一对神兽 为他保驾护航 吸花如梦的小狮帝 嗡嗡嗡的跳 我拍拍手上的泥土 踢了踢坟头 你听驴都在骂你蠢 剪什么不好 偏剪个白眼狼 还掏心掏肺的对人好 下辈子可长点心吧 青驴还在嗡嗡嗡的叫 三个人六只眼睛同时转向他 二师妹吸了吸口水 宰了 正好赶上晚膳 青驴神情惊恐 嗡嗡叫得更急 皮子不停后撂 算了 这驴辈分比咱都大 老头平时拿他当亲儿子 要是宰了 非得夜夜入梦 咽死我们不可 那还是算了 青驴侥幸逃过一命 被托付给隔壁白云山的邱道长 邱道长是老头子的奇友 当初落霞宗出示的消息 还是他悄悄传讯给我们的 他拍了拍驴头 有些伤感 问我们今后有何打算 我看了看空空奴业的手掌 扯了扯嘴角 没什么打算 不过有冤报冤 有除报仇 邱道长大惊失色 小心的环顾了一下四周 压低声音道 那可是剑宗 九州第一大宗门 高手如云 我得到消息 你师妹献保有功 及时救下剑宗最看重的 那位天才弟子谢长庚 被剑宗宗主说为亲传弟子 不但如此 听说你师妹依照门规 去剑池求剑时 居然引得万见其名 你可知道 五百年来 除了谢长庚 和那位已经深复的剑宗大师姐 再没有旁人能引发如此一度 听老道一句劝 你师妹如今今非昔比 剑宗那群疯子又最是互短 你们几个小鬼去找他报仇 就是与整个剑宗为敌 岂不是自寻死路 白白断送洛霞宗的传承 我拍了拍丘道长的肩膀 在他惊恶的眼神中 竖起三根手指 道长 你说错了三件事 第一 从事实到宝那刻起 江里便不再是我洛霞宗弟子 更不配做我师妹 第二 那位剑宗大师姐引发的 不是万剑其名 而是万剑俘首 第三 我不是小鬼 论起年纪 我不建议你叫我一声派奶奶 第二日 天蒙蒙蒙亮 不披一起床 从平日里默黄痘的实眼子下 刨出一把生了袖的断剑 我有些怀念的摸了摸剑柄 上面嫌双二字 已经有些模糊不清 同被老头捡过洛霞宗的那日起 这把自幽伴在我身边的剑 就被埋在这里 宛如一块繁铁 风吹日晒 雨打吐石 偶尔还被淋上几滴石墨豆浆 与他从前受焚香祭祷 万众瞩目的待遇 天叉地别 天边红日喷过欲出 我握紧剑柄 将兰花小包袱甩到背上 匆匆赶往山门 时间不早了 再有一刻钟 二师妹就要爬起来 点燃风炉叮当打铁 三师弟也要扛着绝头给花松土了 我不擅长暴跌 还是不打照面为好 山门再望 陈屋里隐约献出两个魔灰的人影 我脚步一顿 二师妹坐在石狮子的背上 百无聊赖地晃着脚丫 打铁如旁常年灰扑扑的粗麻衣 如今换成一袭妖娇的红红衣乌发 足系精灵 怀里抱着一把白玉琵琶 奉尾头烟红如血 三师弟倒还是寻常模样 轻衣目簪 内饮十住 只不过骨节分明的手上 缠着极细的银链 尾端挂着一只光洁如玉的白骨绍 不知站了多久 头发上还沾着沉实的绿珠 见到我时 不满地蹦出一个字 哇 我排了台下巴 将来如今有建宗护着 那可是九州第一大宗门 二师妹美目留眠 隐约可见 当年颠倒众生的和欢宗妖女模样 见宗又如何 老娘当年叛出师门 遭六道围剿 也没怕过 三师弟眼瞼一概 素毁 娇花 落霞宗很群 穷到整个宗门 都凑不出一个能御空飞行的法器 我见没断的时候 一个昼夜能从九州南飞到九州北 我从前出行 哪用得着自己操心 乡车乱架都是别人抢着操办 我和二师妹苦了一张脸 看向最后的希望 三师弟面无表情地 比划了一下白骨绍的长度 还为我小指长 没提脚了 手都放不上去 好在运气 没有坏倒架 没几日 一个奇避眼三尼寿的棚来拍弟子 从头顶踏云而过 被二师妹一记琵琶凌空击落 对方也是去建宗的 只不过不是去踢山 而是去参加谢长庚与江丽的双修大典 江丽气韵惊人 再剑持得到五大神剑之一的回血认主 如今已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回血建筑 如今已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回血建筑 对方与瘟疫并行 生灵涂炭 恶嫖炼也 师父骑着轻驴在来游历 恰巧撞见他被一群人绑住手脚 这要吓到主费的锅里 师父用一带小米救下他 把他带回落霞山 收作最小的弟子 将力天赋很高 修炼也刻苦 重力不歇 静静一日千里 他就像一块干了很久的海年 拼命汲取宗门资源和师父的关注 上等功法 零售零职 官药法宝 他从来都是第一个条 后来他不理会师父的再三劝阻 私下强行唾尽 结果丹田受损 再也无法汇聚灵气 而无法聚弃 对修士而言 意味着先途断绝 他这才知道后悔 哭着足了师父救他 说日后必会承担起 任心宗门的重任 师父一向心软 又念及他身世可怜 于是独闯其灵动 冒死抢回一株龟原草 将力因祸得福 不仅修复了丹田 而且成功静静 可师父却伤了心脉 修为大跌 每日卡写不止 满足不多的寿源 更是岌岌可危 我找将力讨要许破丹 那是多年前闯虚空秘境时 三师弟寻到了 本想县里师父 却被将力以自小心脉 不全为由 强行讨要了去 当时大家一笑直直 谁也没计较 许破丹虽然珍贵 但比这更珍贵的东西 我们也不是没见过 他想要给了便室 可如今不一样 许破丹能修复心脉 虽然不能跟着师父的伤 却可以为我腾出更多时间 去个大秘境 搜我有用的灵丹灵草 我没料到 将力不肯给 他说 他早在数年前已经服用了 可他不知道 雪破丹服用后三个月 身体一乡不散 而今 他的身体正散发着雪破丹特有的香气 香味之富裕 所以是刚刚服下去的 雪破丹唯一的作用 便是疗愈心脉 他无伤无痛 服用下去也毫无用处 纯粹是浪费丹药 可即便如此 他也宁愿自己吃了 二师妹当场大幕 提着打铁的重锤 就要砸扁他的脸 让离长袖伸展 一个悬身 轻飘飘落在花树上 一袭白衣圣雪 三千青丝如铺 清冷月光下 他足踏花枝 眉眼炼焰 师父是为我取回了龟元草 可他也并非存在心上 而是指望我振兴宗门 了却他的夙愿 大家各取所需 两不相欠 我为何要让出雪破丹 师姐如此生气 是极度师父更看重我吗 怪只怪你们身为师兄师姐 却沉迷人间俗物 打体重花 不思进去 以至于修为多年没有静静 白白浪费宗门资源 我没时间跟他争执 因为师父的卡起更严重了 但师弟面色严肃 这样下去 师父只有七七之数 老头文言魂不在意 说知道提起宗门证任 我们一个个都躲得干净 好在小徒弟勤奋上进 一心修炼 若霞宗交到他手里 必然会发扬光大 他也算对得起师父所托 从此以后 终于可以卸下肩上重担 他抹干胡子上的血 扎巴着嘴说 晚上想吃红烧鸡 我心不在焉的颠着铁锅 看着鸟鸟生成的炊烟 忽然想起魔渊 深处翻滚的黑色雾气 那时我躺在牙底 丹田破碎 石海干涸 全身筋骨禁断 只能听着魔魂的咆哮 静静等死 黑色的雾气 吞噬了眼底的一切 却带不住两图花金灿灿的宝光 花开病地 一白一黑 跟金为银 只眼为金 我不会认错 那的确是两图花 传说中的疗伤圣药 我费力地伸长脖子 缓缓咬掉花瓣 花叶 灯精 连溅在地上的枝叶 都舔得干干净净 不想活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两图花修复了我的丹田石海 重塑了我的筋骨 直到感受到真元在丹田内游走 那一刻我才敢相信 我是真的活过来了 是两图花救了我 我吃了一顶 可我记得 那里还有一朵 我扔下做了一半的红烧鸡 连灶火都忘了熄 从落霞宗到摩渊 路途摇摇 摩渊雅底 扑掘云鬼 什么突发状况都有可能 师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我必须速去赴毁 可失去了行双剑 我一个人到不了雅底 二师妹丢下铁锤 三师弟放下花烛 落霞山上炉火未熄 花田半砍 那天 火烧云在天边一径扑开 点燃了半边清明的天色 梨花树下的老青鱼 嗡嗡嗡嗡地叫着 目送我们远行 师父的院落和院落里的师父 在飞色的霞光里 渐行渐远 不知道晚饭有没有等到红烧鸡 小老头会不会气得跳脚 魔渊的雾气 比我当年躺在牙底时 蔓延得更广 这意味着 封印松动 魔玉落拓掌了 我们九死一生 终于踩到了剩下那朵两屠花 赶回落霞山的时候 距离四十九日之期 顶剩一日 师父受理一大圈 仰窝深深凹陷下去 他资质平平 秀位不高 在心脉受创的情况下 能熬到今日 已然是奇迹 我强大精神 将两屠花塞到他手里 处之吉利 不敢多碰他的身体 深入魔渊腹底 总要付出代价 为了及时赶回 我们三个库部的疗伤 风雨兼程 一路及时 如今悬着的一颗心缓缓坠地 身上被强行压制的魔器 开始蠢蠢欲动 妄图侵蚀丹田 九州大陆内 便是号称 当时第一人的剑宗宗主 也不敢小瞧魔渊的威力 两屠花的叶子 生机勃勃 满在希望 勇了他 老头会活很久很久 我笑了笑 师父不要气了 等我回来 你想吃什么都可以 我用了七日七夜 祝二师妹和三师弟 去除体内的魔器 九州之内 没人比我更有经验 毕竟我从小就被训练与魔语打交道 师弟师妹无恙 我如实重负 随手一弹指 打开邱道长发来的传音符 不知是不是老头子等久了 自己拉不下脸 最好有来喊我们回家 邱道长的声音 像是浮在一团迷雾里 隐隐绰绰 让人困惑 明明每个字都很清楚 连在一起 却叫人想不明白什么意思 什么叫师父死了 师父有两屠花 怎么会死呢 邱道长说 师妹抢走了两屠花 去了剑宗 刚好就下走火入魔的谢长庚 我后知后觉的想起 很多年前的一次 九州宗门大笔上 他挤在人群里 望着台上的刘峰剑 眼神瞬间亮起 那时我就该意识到 他对谢长庚一见倾心 如今他为他施施盗保 叛出洛侠宗 并投入剑宗门下 既实现了变强的野望 又成全了自己年少时的爱慕 是非条命 换来他的两全其美 可老头子有什么破呢 凭什么 为他将你的愿望牺牲 我还欠他一朵红烧鸡呢 他念了那么久 我们之间最后一场句话 发生在我去摩渊之前 那个时候 他胡乱抹了我胡子上的血 扎巴着嘴 大徒弟 今晚我想吃红烧鸡 真是的 当初怎么就那么急着去摩渊 没把那半过去做完呢 闭眼酸泥兽在剑宗山门前停下 御阶之上 设有近空法阵 化神修为之下 无论是谁 都得乖乖不行 登上这999级御阶 这是剑宗 各位九州第一宗人的牌面 蓬莱派的弟子 连滚带爬的跑上御阶 连自己的灵兽都不要了 我拍拍酸泥兽的头 小家伙 跑远点 待会别伤着你 酸泥兽歪头 眨了眨一双闭眼 四提腾空 不要开提子跑远了 一道钟声响起 今天不只是他与谢长庚的双修大典 还是他作为回血剑主 在各大宗门从首次亮相 剑持名剑万千 能称为神剑的 只有寥寥无把 神剑有魂 自行则主 被剑魂选中之人 被尊为剑主 细数神剑的利刃主人 无不是精彩绝艳之辈 要么开增立派 斥诈一方 要么踏破虚空 飞升上界 回血剑成绩已久 上次出世 还要追溯到3000年前的岁玄真人 那可是近千年来 最接近非生境界的大能 比上一任的流风剑主修为还要高 因此 对江丽这位新晋的回血剑主 各大宗门给足了尊重和体面 谁不禁此强者呢 哪怕这个强者 还没有成长起来 我冷笑一声 回血剑在手 又如何 长得成财是回血剑主 叱咤九州风云 所到之处皆俯手提二 长不成便是入度凡胎 若有颇天气韵 终究难成神剑之威 别的剑主我不管 江丽这个回血剑主 我必要他胎死乎中 九生混沌终鸣鱼运未果 一阵铆腔的琵琶 争鸣直冲云霄 金色凤凰鸾架 忽然歪了歪 七红鸟鸟冲进观里人群 醉了九世的嘴唇又冲 一片混乱中 金氏凤凰从空中一同栽下 八宝箱与车带着江丽 静止这项地面 他一声惊叫 想遇见逃出 却忘记剑中今日 为在其他宗门前扬威 特意打开扶空静止 他修为味道化神 即使回雪剑在手 也无法一阵飞行 只能跳车而出 狼狈的在地上滚出几圈 衣衫凌乱 运发半歪 金星装点的满头朱翠 散落了一地 被慌乱奔跑的人群 胡乱踩踏 大胆 何人敢在我剑宗门前放肆 不愧是九州大陆第一人 但是一声怒喝 就让人争气翻涌 匆忙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弯了弯成脚 记起手中 弹剑狠狠一批 写九天雷霆之怒 找死 我转过身 目光从容的扫过在场众人 人群渐渐起了骚动 是我看错了吗 这 这不是弦霜剑主吗 怎么可能 弦霜剑主为了天下大义 百年前便已经隐身魔冤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会是来抢婚的吧 可别忘了 弦霜剑主赴魔冤前 与刘峰剑主有道理之约 后来他隐身的消息传来 刘峰剑主失魂落魄 随废数十年呢 不可能是弦霜剑主 你们瞧他手里的剑 不是弦霜 是把伤了袖的普通断剑呢 可没道理啊 普通的剑 能劈开剑宗的宗文石碑吗 谢长庚对周遭的声音 恍若未闻 正正地看着我 一步步走下一街 语调难难 但是解 我目光从他脸上扫过 没有停留 而是静止越过他的肩膀 聚焦在为首之人铁青的面上 杨林一笑 父亲大人 好久不见 九州大陆第一人 剑宗公主用明昭 是我的父亲 百年后第一次相见 没有热泪盈眶 也没有虚寒问暖 他指着我脚下的宗文石碑 眸光里面丰锐 你这是在做什么 疯了不着 我故意抬脚踩了踩 露出满意的神色 听闻剑宗心得了一位剑主 大半喜事 春风得意 骗我洛霞宗最近出了个孽图 适时夺宝 满门沮丧 贵宗大喜 我宗大悲 对比分明 我心眼小 心里头部痛快 恰巧我师父前几日下葬 门前上缺一块上好的石碑 我看剑宗宗门 这块手扇时就不错 雨打风吹 千年不倒 对我师父守目勉强够格 只是稍微大了些 我只好自己动手 父亲咬牙切齿 孽障 找死 我举起手中残剑 对准他身后神情精正的江临 要狼当的笑道 确实找死 我与师弟师妹 千里复剑宗 找的就是江丽之死 弦霜虽断 剑气有存 韩锐的剑气锁定之下 江丽全身发颤 脸色白得像血 手中的回血剑几乎握不住 我吃笑一声 身为回血剑主 却连我弦霜断剑之威都抵挡不住 回血剑落在你手里 当真是名中能尘 江丽又羞又恼 一咬牙 双手握住回血剑 抵在身前 只是神剑认主 不代表就可以与他心意相通 未经历漫长的磨合期 就妄想控制神剑 只会遭到剑魂的抵触 果不其然 回血剑在江丽手中急不配合 逼得他躲着六处 如今你并非我的对手 想当初 谢长庚还是我领着入门的 一身剑法修为 都由我传授 后来即便他得到刘峰认主 每次切磋 也被我用弦霜压制的死死了 如今渐刃交接间 残剑在刘峰剑的步步紧地下 发出不堪重负的嗡名 谢长庚眼中闪过一丝不忍 大师姐不要再倔了 满门弟子都在 我不想让你难堪 我心头火起 明明将离就在身前一尺之遥 伸伸手就能宰了 偏偏中间杀出了谢长庚 偏偏他说的没错 凭借手里的残剑 我确实打破有刘峰剑加持的谢长庚 然而也不是没有办法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一寸短一寸闲 端看有多活的出去了 我突然撤立 放弃抗衡迎面次来的刘峰剑 手中残剑朝着江离心口狠狠志去 拼了一条胳膊不要 今日也要将这欺失灭祖的孽徒 斩一剑下 谢长庚大惊失色 手中剑人一片 我躲避一阵剧痛 与此同时 眼前幽蓝的剑光一闪 是父亲的地白剑 千军一发之际 贤双残剑被地白剑击飞 显之又显对 啪着江离的脸 刚刚落地 尽管如此 贤双含裂的剑气 还是在他左夹上留下一道 又细又长的伤口 江离还没从方才的精神中 缓不神奈 眼神有些呆滞 烟红的血顺着他苍白的脸留下来 冻脏了身上 秀有回血剑门式的剑宗子依 我捂着鲜血淋漓的左臂 痛快的大笑 用我手臂一点小伤 换回血剑主一张脸 指 弦双剑造成的伤口 出了名的南玉河 表面细细一条 实则肉肉很深 由于剑气残存 就算玉河也难免留下疤痕 江离平日自负容颜清冷绝尘 如今一听 顿时急如攻心 晕了过去 陆明昭脸色如黑云压长 他向来把颜面看得比什么都重 本想借着刘峰 回血两位神剑剑主的双苏大典 在九州各大宗门前 炫耀剑宗的实力 没想到 却被我搅得天翻地覆 连宗门前的首山石碑都没护入 剑室何在 给我把这个孽障送进行律堂 听后发落 剑宗有十二剑室 遗属行律堂 专门负责抓捕那些 触犯门归后外逃的不孝弟子 剑室常年黑袍披身 脸戴面具 除了宗主和戒律堂主 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只知道他们修为高深 青手很辣 手上沾过不少弟子的血 从前我做弦霜剑主时 与他们打过一回交道 他们似乎修炼过什么密法 不知道疼 也不知道怕 动起手来十分难缠 我五指微张 江方才被地白剑击飞的 蝉剑召回来 紧紧攥在手中 弦霜在手 我还没怕过什么 十二剑室缓缓朝我走近 包围圈逐渐缩缩小 身后有机轻微的破空声传来 是背后一位剑士按捺不住 率先提剑向我次来 我不敢小觑 手握残剑正准备营上 忽然 一阵尖利高亢的哨声响起 声澈久消 与此同时 十二剑士忽然双手抱头 捂住耳朵 痛苦地歪倒在地 哨声一波高过一波 十二剑士的四肢 发出令人牙酸的咔嚓声 以一种极为扭曲的姿势 向后翻转 面具下透出智力破碎的身影声 高亢的哨声还在继续 一声琵琶弦动 鱼韵悠长 二十妹无法红衣 眼波流转 陆宗主可别忘了 大师姐可不是一个人来的 陆明昭扫了眼地上 四肢静折的剑士 脸色阴的能领出水 手中地白剑呛嚷一声 游蓝锋刃直指 全身贯注吹动白骨哨的三师弟 二十妹笑容微冷 手下琵琶声更急 如狂风骤雨 急浪拍打小船 人群忽然一阵骚动 不少年轻弟子嘴角慎血 陆续有人倒下 天边传来一声嘹亮的佛号 周围人长舒一口气 一脸见到救星的表情 是万佛中的无量大师来了 在无量大师的调解下 双方暂时停手 我们住进座望峰 等着大师口中的交代 座望峰是我从前住处 我隐身摸冤后 这里边空了下来 本以为时隔百年 院落早已荒芜 没想到一草一木 多予当日离开时无意 连池子里的鱼也还活着 夜里 蟹长羹来找我 递给我一个金色的药瓶 他是流风剑主 有了他特制的伤药 伤口也会好得快些 我不会跟自己过不去 他随手撒了一把鱼石 池子里的鱼蒸香油过来 很熟人的模样 这些年 是你在帮我喂鱼 不过是几条人间小溪里 随手捞起的小鱼 怎么会活到现在 帮了灵兽宗一点小忙 换了些九夜轻路 我一正 九夜轻路是灵兽宗至宝 专门用来帮助高阶灵兽妖兽 这任灵兽宗宗宗主性情吝啬 如今肯大方地给出 只怕谢长庚口中的帮忙 不是什么小事 何必呢 不过几条凡鱼 寿宿早该进了 他手中动作顿了顿 因为大师姐喜欢 夜风剑起 松涛阵阵 如碧波万起 谢长庚放下手中的鱼石 在我面前站定 紫色的抹额下 目光轻亮如水 一如当年默默跟在我身后 随我学见的模样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册子 大师姐 对不住 我事先并不知道赵宗主救过你 听闻他的夙愿是振兴宗门 这是我多年练剑心得 姚左补偿 落霞总有大师姐 我本不该扳门弄斧 可单就只见普通弟子的修行而言 大师姐不如我 大师姐 你站得太高了 普通弟子只能仰望 没办法从你身上学到什么 你幼年去剑持求剑 便引得万剑俯手 后来又得神剑行双认主 数月内便与剑魂融合 天赋之强横 放眼九州 再无其二 可我不同 我从外门弟子一路苦修 我走到今日 磕磕绊绊 扛过不少弯路 教训比经验多 有这本心得在 我敢放言 百年之内 落霞总必然崛起 赵宗主也算得偿所愿 大道之行 许多人都是自行摸爬拱打 若能得到高人前辈指点 修行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谢长庚身为流风剑主 见到顶尖的人物 他的心得 对于希腊弟子入落霞总 的确大有度益 我随手翻了翻 确实很有心 可惜我不稀罕 我将小客子丢回到他怀里 谢长庚 落霞总的崛起 如我们师弟师妹 就不劳你操心了 大师姐 我是好意 好意 那你有没有想过 靠你谢长庚的名口吸引弟子 壮大起来的宗门 究竟是落霞总 还是第二个剑宗 还有 不要因为看见天赋 就随便抹杀别人的努力 你怎么知道 只有你在苦修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吃过苦头 走过弯路 大道修行 如果仅凭天赋 就能决定谁走得远 那我父亲当年 如何凭借一把 极其无名的地白剑 击败手持神剑的卧蓝剑主 登上宗主之位 另外 你谢长庚自称普通弟子 未免太过妄顾菲薄 你虽是外门弟子出身 可不到一年 便因天色惊人 直接绕过七重内门考核 被我父亲收作青传弟子 哪个普通弟子 能做到你这样 哪个普通弟子 能享受到你所拥有的资源 怎么 在比你有天赋的人面前 谈努力 在比你更努力的人面前 谈天赋 这就是你刘峰剑主的作派吗 多年未见 不成想 已经变得如此傲慢 再说 你怎么知道 我交不好普通弟子 我既然能交出一个你 自然能交出第二个 第三个 你方才说的一大创话里 我只有一句听得顺耳 那便是洛霞宗百年内 必然崛起 不但如此 我还要让他去剑宗而代之 谢长庚的脸上 闪过一丝怒意 剑宗弟子 个个将宗门荣辱 看得比性命还重 若不是念在从前的情分上 只怕他早就拔出手中的刘峰剑了 大师姐的口气 未免太过猖狂 剑宗奥立九州数万年 必来为宗门之首 洛霞宗计较小派 国居易渔 剑宗不过几十年 赵青松资质平庸 放在剑宗 原外门弟子的门槛都够不上 这且不说 单说洛霞宗的弟子 人大师姐算在内 不过也剩三个 一个宗门 没有底蕴 没有宗主 甚至连弟子都没有 如此情形 百年内崛起上起艰难 还妄想将剑宗取而代之 简直吃人说梦 莫说如今咸霜已断 便是大师姐全胜时期 也断无可能 我一番好意 大师姐不想接受 作罢便是 大可不必如此羞辱剑宗 三日后 十二丰丰主其聚顶剑阁 在无量大师的游说下 剑宗决定让出一条灵脉给洛霞宗 灵脉对一个宗门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那意味着充沛的灵气 无尽的灵石 以及半灵气 而生的诸多灵之灵宝 九州大陆四十九条灵脉 剑宗独占二十七 尽管让出的是最小的那条 鸡尾山灵脉 对于洛霞宗这样资源匮乏 宗门内灵气西伯的小宗门而言 已经是绰绰有余 我拒绝了 服御风主脾气火爆 当场发作 哼 小小一个洛霞宗 胃口高不小 莫不是瞧不上鸡尾山 想要天鱼 奉鸣两条主灵脉 我冷笑 便是你们将二十七条灵脉 双手奉上 也不够换我师父一条命 荒唐 一直隐忍不发的剑宗宗主 胡得拍案而起 赵清松算你哪门子的师父 以生于剑宗 长于剑宗 一身剑法 由我亲自传授 连手中闲双剑都是剑池里得来 为了一个资质平庸 修为稀赖的老头子 你先搅双修大点 后批宗门石碑 再毁江里掩面 还嫌不够吗 我们已经退步至此 你还要胡找蛮缠到什么时候 当真要为一个赵清松 把剑宗翻过来不成 我神色亏然 对这翻过来又如何 灭障 早知你这般无理取闹 搅得天翻地覆不得安宁 还不如当初死在魔渊 全了剑宗的体面 我扯了扯嘴角 面色冷然 父亲自然是扒不得我死 可惜我命运得很 说起来 父亲应该很恨师父多管闲事吧 毕竟若不是他 我也不会活着走出魔渊 更不会今天站在这里 扫了父亲最看重的剑宗颜面 父亲的瞳孔猛的一缩 十二封主面面相去 蟹长更迎起雷筒 但实体肾炎 父亲紧盯着我 手有意无意的 落在地白剑的剑柄上 明明知道咸双剑已断 不尽皆大爹 他对我仍是心存忌惮 修剑之人对强者的崇拜 远超其他宗门 剑宗历任宗主 都是门内实力最强者 当年父亲以一柄地白剑 击败神剑传人 坐上宗主之位 半生引以为傲 自觉所谓剑主 脸上的笑容无风流云散 一瞬间消失无踪 那个时候我年纪还轻 只以为自己行为五毛 有了父亲不开心 后来躺在魔渊崖底 盯着翻滚咆哮的浓雾 才想明白何谓全韵熏心 其实父亲不必担心 我并没有他对我下手的证据 他做事那样谨慎 特地换下地白剑 还扮成剑室模样 在我历劫之时从旁偷袭 干脆利落 一几几重 他做的天衣无缝 唯独算漏了 我对他背影的熟悉 毕竟那道深意 我曾仰望了数百年 我花了十年时间 从崖底爬上来 才知道谁是意 日月轮转 距离我镇压磨渊 已经过去五十年 那夜涯风烈烈 满天星斗道旋 无边夜色下 我满心彷徨 无意识地抱紧双膝 天地之大 定无一处是我归乡 身后有哒哒声响起 一个灰袍圆脸的老头 抱起着青鱼 攥着九葫芦 面色涂红 看见我时 眼睛一亮 急忙将九葫芦藏到身后 轻咳一声 努力想装出先锋抱骨的模样 却被胡子上挂着的 高点蟹出卖 小姑娘 我看你天赋绝伦 骨骼清奇 是个修道的好苗子 嗨嗨 老夫乃九州第一大宗门 落霞宗的宗主 有意送你一段仙缘 生你做弟子 你可愿意 怕我不答应 特意补充一句 来了你就是开山大弟子 其他人都得排你后面 威风的很 我听到自己说 好 父亲恼羞成怒 脸色铁青 胡言乱语 不知所谓 我盯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顿 我欠父亲和剑宗的 已经在镇压魔渊时 拿命底了 父亲和剑宗欠师父的 打算如何缓 七五风主笑着出来打人场 她是十二风中唯一的女性 也是我母亲生前的好远 自小看着我长大 我一直唤她姑姑 宗主息怒 我是看着扶摇长大的 她从前最是定爱 一直当父亲的 这几日行为反常 言语于壮 不过是受过赵宗主的救命之恩 害过痛惜她的陨落 此时确实是我们以欠考量 原以为赵宗主 只是舍身救下长庚 没想到还救了扶摇 既是如此便由我做主 再加一条灵脉 便将白六山那条 也给了洛霞宗吧 有了这两条灵脉 洛霞宗发展成一个 中等宗门不成问题 我吃笑一声 舍身救下谢长庚 我头一次知道 强取豪夺 原来还能解释为主动舍身 七五风主长叹一声 扶摇 我知道你重情重义 可是现在不是一气用事的时候 两图花只有一株 却有两个人等不用 一个是前途无量的流风剑子 一个是寿源将近的平庸之辈 孰轻孰重 我挺直几辈 望近她的眼底 满眼失望 我只问一句 那株两图花 原本是谁的东西 她错了错眉 不说话了 即便原本是师父的东西 那怎么样 修行本就是逆天而行 既然法宝全凭本事 两图花既然落到我手上 这是我的机缘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江离眼神轻烈 大师姐 你明明天赋卓绝 却自甘堕落 不思大道非生 反而沉溺人间俗世 陪着一个老婆子 扮演过家家 这般浪费天赋 实在让我瞧不起 往我仰慕贤霜建筑十几多年 一直以你为榜样 我握紧手中剑 江离 师父是为了救你 才性命垂危 你就为了别人抢走他的救命药 心中就没有半点愧疚 江离语气冷漠 他不会白救的 我答应过 他会振兴宗门 但我日后掌握了回血剑 自然会照服洛霞宗 我答应他的事 自会做到 我为何要愧疚 而且 但凡那一日 你和师兄师姐有一位在他身边 我都不会有机会拿到两图画 只能说一切都是天意 天意倦我 你能奈我何 大师姐 我奉劝你冷静想一想 论及对九州的价值 千百个赵青松 能比得上一个蟹长羹吗 我只是做了对大家最好的选择 他目光扫过来 神情邪满理智气壮 我心头火起 咸霜残剑闪剑般冲向他 风锐的剑芒直射他面门 扶于风主冷哼一声 雷霆剑出鞘 将残剑震歪 一缕断口齐整的断发 从他病脚悠悠落下 将离咬顶拿关 极力克制住身体的颤抖 眼中闪过一丝金句 我冷笑一声 我的价值胜过你 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左右你的生死 将离面色屈辱 然而目光下滑 落在我手中残剑上时 呼得吃笑一声 若大师姐还是曾经横扫九州的贤霜剑主 我一个无名之辈 自然无力对抗 可惜贤霜已断 如今我才是剑主 顿价值 我比大师姐重要得多 剑拔弩张之际 坑武风主忽然眉头一皱 一道剑刚甩向门口 何方鼠背 隔门瞬间分崩离析 目歇四剑 一道吃痛的哀忧声传来 在场众人无不皱眉 这笑来生育不佳的五行宗公主道园子 道园子从地上爬起来 尴尬的拍了拍屁股的尘土 满脸堆笑 误会误会 并非老到偷听 实在是这件事与我五行宗有关 诸位有所不知 那赵青松算是我五行宗的外门弟子 他的事自然是我五行宗的事 他左手拽过一个最熏熏的道人 笑容馋媚 这位是我师叔秋山道人 赵青松便是他的弟子 秋山道人最眼心松的打个哈欠 赵青松 谁呀 道园子急慌慌的摇晃他 哎呦喂 我的师叔 一个醒醒吧 现在不是糊涂的时候 赵青松啊 就是那个 你两百年前在扶牛山救下的放牛娃 如今的洛霞宗宗主 秋山道人捂着脑袋想了半天 一脸恍然 哦 是他呀 他并非我的弟子 当年我经过扶牛山 只是随手教了他几日 临走时他破位不舍 问我来历失诚 我不想暴露身份 便那凡间小子缠上 那日晚霞正好 我便随口编了个洛霞宗 他一脸向往 问可口去宗门找我 不便说宗门没落 只剩我师徒二人 日后振兴宗门的重担 便浇在他的身上 秋山道人又惊又笑 怎么 那小子还当真见了洛霞宗出来 道原子笑容满面地看向众人 诸位也听见了 这赵青松是我师徒指点 刘凡入道 也算是我五行宗的弟子 他通小大义 舍身跌下刘峰建主 也算不付我五行宗的教导 扔道莫测 百年前 我师徒随口一指点 百年后他的弟子 为刘峰建主挡下一截 一着意义 赵青松的命述 原来是印在这里 可见我五行宗 与贵宗的缘分 早在百年前就定下了 赵青松自治平庸 本不堪入我五行宗门 验在他以威贱之身 就流风建主因危难 全了我宗与贱宗的勤奋 本宗主思虑再三 决定网开一面 特许他入门 他虽身死 名字可收入宗门弟子库 也算全了他的心愿 他顿了顿 绿豆小眼里 闪着精灵的光 诸位 若霞宗的剑力 不过是我师叔的一个玩笑 不是什么正经宗的 当不起贵宗答谢 赵青松既然是我门中弟子 那鸡尾白露两条灵脉 自然该归我五行宗 至于他门内弟子了 也罢 该此件事了 跟破例 让他们随我回五行宗吧 回应他的是一道凛冽的剑气 咔嚓一声 到原子头上发灾硬生而碎 扔得四分语裂 剑气紧贴头皮而过 直接铲平 他从脑门倒到剂的头发 一眼望去 仿佛菜奇里 通过出现了一条 光秃秃的田篓 模样十分滑稽 到原子亮相的后退脂步 两股战战 牙关止不住的打战 他毕竟是一宗宗主 虽然京剧 不得不强称体面 哆哆嗦嗦的指着我 大 大大 我是赵青松的师兄 问理你 你应该叫我一声师伯 我眼皮都没抬 喝了一声 漂亮小丑 滚 到原子脸色又青又白 让这剑宗十二风主 和万佛四无量大势的面 若是被一个小背吓破胆 他日后就别想抬起头来了 他颤微微挥动手中浮沉 刚要放几句狠话 一声琵琶争鸣 到原子循色苗巾的华丽外场 猛的崩开 眨眼间不调蓝绿 四散纷飞 几乎盖不住 他一身肥腻腻的白肉 到原子惊叫一声 短手努力遮住上身 几声吃笑传来 七无风主不堪入目的 闭紧双眼 二师妹柳梅倒树 怀抱琵琶 一身红肠 仿如一团烈火 再敢狂吠 老娘让你赤身裸体 走出这顶剑阁 抱原子猛不闭上嘴 一道灰色森袍弹射而出 轻飘飘落在到原子肩头 他如同抓住救命道逃 手忙脚乱的披在身上 森袍偏瘦 根本合不拢无尽 但此刻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总比当众喊羞怒怒的好 阿弥陀佛 二位施主息怒 无量大师开口了 他德高望重 心怀慈悲 处事宫允 在九州大陆上口碑极好 就连师父也曾受过他的恩惠 时不时翻出来念叨 我答应坐在这里 也只是看在他的面子上 无量大师碾动手中佛珠 神情悲悯 百多年前 我有幸与赵老宗主在浮屠海 有过一面之缘 并想脱身 当时恶骄作乱往海城 以致生命土炭 他游历到那里 心怀不忍 明知不敌 仍以助击之身 前往浮屠海 欲突七街蛟龙 又百姓于水火 他是个有大善的人 心怀天下 舍生取义 汉不畏死 老纳活了一千余岁 似赵宗主这样的人 寥寥无几 养涂花本是赵宗主之物 此时无容置疑 回血剑主不问自取 害他生死 理应受罚 只是此事确实别有隐情 是不得已而为之 前不久 七宝玲珑塔突然重现西海之盼 唯有神剑建筑方 能入内查看情况 前双剑主也是修行之人 应当知晓七宝玲珑塔的重要性 自苍兰真人飞升上界后 九州大陆三千年 未宪接引之光 我等皆怀疑通奸之路出了岔子 却苦于无从探查 如今苍兰真人本令法宝突然现实 必有缘由 或许接引之光的秘密 就藏在其中 此事关乎九州所有修行者 连正邪两道 都暂时放下怨仇 那个时候 我等皆以为你隐身抹冤 波兰建筑自措施宗主之位后 便离开山门不知所中 回血剑则尚未不思适 当时唯一能进入玲珑宝塔的 我与建筑诸位已经谈妥 带流风 回血二位建主 从西海盼查看归来 但让他们去洛霞宗请罪可好 不好 过他们百年不归 我便要等上百年 过他们千年不归 我难道要等上千年 无量大师汉手 既如此 那这样如何 无论赵宗主当初为何创立洛霞宗 他生前的心愿都是振兴门派 将其二位施主 深受赵宗主大恩 愿以建主之身加入洛霞宗 身兼两派 如此一来 建宗与洛霞宗 心如兄弟 九州各大宗门 也会铭记赵宗主的大义之举 最后必会对洛霞宗多加赵福 不出百年 洛霞宗必然决起为 九州一大宗门 届时弟子如云 门庭惶惶 赵宗主群下有之 亦可含笑 建主可满意 不满意 洛霞宗有我和师弟师妹 百年内决起是定然之事 无需他人锦上添花 再者 我洛霞宗门坎甚高 不说忘恩负义 欺世灭祖之徒 那就让二位建主 前往无稽山 扫荡妖默二十年 以示惩戒 够吗 不够 无量大师常叹一声 阿弥陀佛 建主究竟如何才能罢休 一道饱含怒意的声音响起 大师不必问了 我知道大师姐想要什么 无非是恨我用了两图花 想要我给他师父抵命罢了 谢长庚豁然起身 手中刘峰剑出鞘 横在驳梗 眼中划过一丝伤心 我的命是师姐给的 我的剑术是师姐教的 大师姐想我死 我死便是 还望师姐 不要再为难师尊 为难剑宗 长庚不可 一柄残剑极射而出 刘峰剑枪然落地 谢长庚不是作戏 尽管贤霜及时打落刘峰剑 他的脖梗 还是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严魂的血争相涌出 打湿他身上的剑宗紫衣 隔内众人乱作一团 急忙拿出丹药灵草 为他止血 气无风主又急又木 扶摇 你失心疯了不成 你你的赵青松相识 不过数十载 尽忍心 为了他要长庚的性命 你可知他因和心末缠身 还不是因为你 那赵青松尽竟给你灌了什么迷药 竟让你为了他 与自小教导你的父亲 一心仰慕你的师弟 曾经的师门好友 与天下宗门同道如敌 他眼神灵力如刀 谢了赵青松即死 否则如此霍乱你心神 挑动我剑宗内斗之人 我必千里杀之 对张风主摇着雨扇 神情困惑 我实在是不明白 大道修行 谁认不死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落霞宗主 何必如此大动干戈 胡瑶 我们已经看在你的面子上 退让至此 你再多多逼人 就不要怪我们翻脸无情了 谢长庚定定地站在原地 对周围的一切冲而不闻 只是倔强地看着我 大师姐不是要我死吗 为何阻拦 难不成是要亲自动手吗 我扫过眼前一张张脸 有人愤怒 有人纳闷 有人失望 有人痴笑 父亲 师弟 姑姑 曾经的师妹长辈 就连万佛寺的无量大师 无理取闹 我呕得要命 凶死间一团恶气 如怒火燎原 烧得我五脏六腑 心肝肺脏无意不疼 人人都信奉大道无情 人人都衡量利益时 人人都默认 弱者和该为强者牺牲 我倒想问上一句 凭什么 谢长庚 你给我听好了 你的命我不稀罕 我要的是一个公道 你是该死 却不能因为我要你死而死 你欠的不是我 是因为你是丧命的赵青松 你明明知道 两途花来历不正 还是毫不犹豫服用 无非是觉得 对方是个资质平庸 受缘无几的老头 比不上你这个流风建筑重要 是 论修行天赋 一百个赵青松 也赶不上你谢长庚 可这不是你理直气壮 想用别人血肉 而毫无愧疚的理由 凭什么别人活该为你牺牲 就因为你是天才建筑 就因为你对九州更有用处 我告诉你 这世上不是只有强者的命 才有价值 无量大师说的没错 师弗洛知晓你的处境 很可能会主动把两途花让给你 可他自己要是一回事 你们抢就是另一回事 没人活该为谁牺牲 你 你们 整个九州大陆 至少不该这么心安理得 理直气壮 你们问我要什么 我要罪魁服诛 我要你们认错 我要这天下 记住赵青松之名 禀剑阁内 众人一脸骇然 看疯子一样的看我 陆明昭怒斥 胡言乱语 不知所谓 弱肉强食 万千年来 皆是如此 你还要挑战天道不成 我不闪不避 若天道不合我意 一剑挑番又何妨 必然风主难难自语 可知他身边人是谁 顶变格外 日光迅速脸去 漫天迅云翻滚 黑色招弘番随风鼓荡 无数怨魂争鸣咆哮 冲之欲出 无量大师怨色一变 好重的习气 血沙宗的老鬼 不在大慌则待着 怎么跑来了这里 血沙老祖是来找三十弟的 陆宗主 我与贵宗一居天南 一居地北 肃无恩怨 何况七宝玲珑塔县世 我还有仰仗贵宗建主之处 无欲绅士 此番前来只为私事 还望贵宗不要插手 血沙老祖是化身修为的 习道三尊之一 兄弟赫赫 曾搜罗十万冤魂 便知九感招弘番 性情雅字 十分难缠 陆明昭不想惹上这尊摩头 他虽不惧 但见宗弟子 总要再来行走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此只剩面色沉怒 只要不伤我正道弟子 语者自辩 血沙老祖的声音又间又细 多谢了 他转向三十弟 你气又吼 冤冤 你在外面玩很久 是时候跟老祖回去 当初烧我洞府 杀我徒的事 只要你乖乖回去 老祖就会追丢了 老后大荒泽 还是像以前一样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很好 在场九州各宗 人人诧意惊骇的 看向三十弟 血沙老祖很辣无情的名声 从他早年杀父侍母 投入全族 以清族之血 验着第一杆招魂番时 就以生能远播 其了怪了 此人莫不是他亲儿子 这血沙老祖 何以如此低声下气 K 一血沙老祖 六亲不认得狠毒 有了亲儿子 搞不好第一个拿他记棋 哪里会养这么大 而且你看两个人 长得哪有半点相似 一这倒是 几人笑了笑 继续一头雾水的看热闹 并不知道 他们随口猜的 与真相相差不远 三十弟确实是血沙老祖养大的 只不过不是作为儿子 而是作为杀器 八百年前 血沙老祖与英岁道人 争夺习道 非生大能五毒散人的洞服 九感招魂翻毁了三感 自己还深受重伤 狼狈逃回大荒泽 伤好之后 他与恨未消 决定培养一个 能攻击神灰石海的杀器 专门对付英岁道人 这样无形无海的对手 他以无念谷为家 涅海连为心 将三千佛陀血和万年菩提叶 封于凤凰神木中 经五百年日经月华 孕育出一个英海 便是三十弟 后来 血沙老祖带着三十弟 找英岁道人报头 三十弟吹动白骨哨 重创英岁道人 却也被他的英质红射所伤 本能所区离开战场 选了个安静的地方疗伤 没想到阴差阳破 躲过了血沙老祖的搜寻 成了自由之身 然而他乃灵气所化 神志混沌 并不懂得如何在时间生存 风餐露宿 雨打风吹 浑浑落落游荡在大荒泽 最终被一户花农收入 花农一家四口 生活在大荒泽边缘 生活清贫一句快活 小女儿阿喜只有七八岁 整日积极渣渣 正愁没有玩伴 见三师弟什么都不懂 连话都不会说 就学着从前父母教他的样子 拉着他学说话认字 阿喜告诉他 天上那个刺眼的人球叫太阳 不太刺眼的叫月亮 漂亮的麻子点叫星星 他跟着阿喜懵懵懵懂懂 原来天上落下的水叫雨 落下的花叫雪 吹得人脸疼的是 大荒泽永不停息的风 原来除了腥臭的石方血池 和咆哮沸腾的怨魂 世界也可以是安静平和 清香扑离的 有柔软的花瓣 和热乎乎的小手 阿喜自己识得的字还不多 却总想在这个厅 认真的认真的学生前卖弄 于是搜查瓜度的品质书本 到处缠着人问 简单数字在地上偷偷练会了 再假装轻松的交给他 阿喜对这个学生很满意 反正写错了 他也看不出来 三师弟跟着阿喜学过了说话 写字 种花 他觉得一切有意思极了 可是有一天 阿喜不见了 阿喜的家人也不见了 他学着暗自打在阿喜魂魄上的印记 一路找到血池 黑色的招魂番在血海里翻腾 那是血沙老祖的徒弟 在祭练新的招魂番 刚被吸进招魂番里的生魂痛苦的奸笑 被禁止灼烧的祖图幼壮 残破不全 他自小听惯的哭嚎声 此刻不知怎么变得极为刺耳 碰得他不得不捂住耳朵 弯下身子 他眼睛忽然沉上一层薄薄的水雾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阿喜还没教他 他诧异的抹了一把 指尖上的水渍经营剔透 好奇的舔了一口 色的人心口发堵 他皱着脸甩掉水渍 目光追着那滴水珠 却看到黑色的怨魂里 一朵白色的小花 一闪而逝 那是他打在阿喜灵魂上的印记 他萌萌的想 怎么会在那里呢 血沙老祖坐在翻滚的血云上 目光阴切 三师弟依然是面坛模样 扫了神情堪称和蔼的血沙老祖一眼 皱了这鼻子 臭 滚 血沙老祖面色一青 立即抖声 正要发作 山门口一个剑宗弟子倒飞出去 一阵银银干的娇笑声从门外传来 好弟弟没说错 的确臭得很 弟弟嫌老家会臭 不如跟姐姐们走啊 我们和欢宗可是相得很 包管弟弟你满意 一群包杀附体 身姿俄罗的美貌女子 怀抱乐器 士族走进剑宗山门 各个雪乎花帽 笑语营营 仿佛一群误入此间的乐方歌姬 只是在场的人 没有一个敢小看他们 因为他们是袭击导和欢宗的弟子 他们的师父玉面罗刹 是当今邪道秀为最高的大能 功力通玄 连血沙老祖都不敢轻易招惹 鬼手之人 足系精灵 光晴摇曳 雪白的额尖一点狱沙 怀中抱着一把碧玉琵琶 那女子扫有美小云端上的血沙老祖一眼 一双美目在三师弟的脸上 滴溜溜转了一圈 抛了个勾魂的魅眼 才恋恋不舍的收回来 她面向顶剑阁 微微服了服身 声音好似带着把小钩子 见尊大人 远远奉师尊之命 捉拿百年前叛逃尊门的师妹 您不会阻拦吧 师尊说了 您若阻拦 他只好亲自来找您 五百年未见 他老人家想您想得紧 只是狼心似铁 您恐躲着他 正宗宗主五指一紧 神色冰冷 你们何欢宗的事 与我何干 远远转向二师妹 嘴角上扬 眼睛里却没有半肆笑意 霓裳师妹 百年未见 师尊他老人家想你了 小铁匠呢 你为他残杀同门 背叛师尊 一路逃亡 他怎么不陪在你身边 哎呀 莫不是他还在怪你 害他六胡沮丧 家破人亡 二师妹抱着琵琶的五指一紧 二师妹刚入宗门的时候 经常坐在屋顶 手里里花白 对着月色大对一场 她的是 我从那些颠三倒四的醉鱼里 也能拼个七七八八 她自幼长于何欢宗 被遇见罗刹 设为青传弟子 深的宠爱 被当作下一任宗主培养 前途本来一片光明 直到他接了一次任务 遇到神剑山庄的公子 秦川 神剑山庄有一块祖传的南明里火矿石 刚好可以镶嵌在何欢宗主的弃弦琴上 只是无论他 开出多少零食宝物 对方都不肯交换 何欢宗主失了耐性 索性派出门下弟子强取回来 其实那次任务本不该二师妹接 只是他被同门师兄缠的心烦 便抢了师姐的任务 找个借口离开西级岛 神剑山庄的人越爱打铁 经常闭门不出 师妹蹲手越鱼 还终于等到有人出门 但是一个年轻的男人 衣朵夫妇 眉眼坚毅 后来师妹才知道 他是神剑山庄的公子秦川 二师妹假装半倒 摔在他篝火堆旁 想泻机进入神剑山庄 过程却很不顺利 没人告诉过他 神剑山庄的火不是普通的反火 他真的把胳膊汤上了 好在顺利地进入了神剑山庄 二师妹养伤期间 只见过秦川一次 他向来引以为傲的美色 对他而言 还不愉快烧红的铁疙瘩 二师妹不信邪 赌上何欢宗亲传弟子的尊严 便招法地勾引他 可惜一切努力如宁牛入海 别说打动他 连的影都没在他心上留下 他亲自洗手做羹汤 给他送去 他头也未抬 就把他连从那碗绿豆汤晾在一边 他心里奇迹败坏 骂声连天 脸上却带着温凉的笑 深情款款地看着他 秦川当他不存在 手上的铁锤 一下下有节奏的 抡在铁针上 铿锵有力 火星四溅 汗水打湿衣衫 勾勒出形状美好的肌肉线条 他打铁实际专注 眉眼镇静 萌厉的睫毛垂下 在古铜色的皮肤上 打出两万阴影 像蝴蝶的羽毛 轻轻挠在心上 结属的绿豆汤凉了 他的脸却有些烫 他想 或许小铁匠生性木讷 不喜欢柔弱咸凉的女子 那他就换一种方式 后来 他趁无人注意 钻进秦川的被窝 大师姐 你知道吗 小铁匠的床板 跟他的人一样 硬邦邦的 各的人心里发慌 那一夜 二十妹从月挂柳梢烧头 等到月至中天 秦川都没有回来 他等啊等 等到迷迷糊糊糊睡着了 早上推开门时 才发现秦川在门口坐了一夜 身上披着水光 肩头挂着白霜 冻得瑟瑟发抖 并可这样也不进房 二十妹这一声自负美貌 从未在男人身上受过挫败 然而那一刻 恼怒和委屈 一起涌上心头 他忘记自己的任务 忘记自己和欢曾弟子的身份 咬牙切齿的抬腿 狠狠踹了他一脚 不成想用力过猛 反而被他硬邦邦的肌肉 弹到地上 把自己摔了跟头 他再也憋不住委屈和难堪 挖了一声哭出来 只觉得神剑山庄 和自己处处泛冲 他哭得伤心 坐在地上边哭边蹬腿 鼻涕眼泪呼了一脸 模样丑极了 他自暴自弃的想 没有什么用 再精心的装扮 他也不看他一眼 没想到 他头一遭手足无措起来 你哭什么 你不是和欢曾的妖女吗 怎么 怎么这么容易哭啊 二师妹愣住 原来秦川早就知道 冰壳被凿开一条缝 这里彻底破碎不远了 碰面的事情水到渠成 二师妹顺利拿到南明里火矿石 带回和欢曾 和欢曾主放心大悦 把那把象征 继任宗主身份的白玉琵琶赏赐给他 他本该高兴的 只是拨弄琵琶时 心思总忍不住飘远 时常会想起呆头呆脑的小体匠 二师妹的异样太过明显 很快被自己的师妹察觉 他们年纪相晃 师妹一直嫉妒他更得宠爱 于是将始末告诉了和欢曾主 和欢曾主表面不动声色 暗地里却派弟子 涂入了整个神剑山庄 他说和欢曾的未来宗主 不该动起 和欢曾主手段雷平 青崎山的神剑山庄 悲悲湮灭 唯独禽窗活了下来 这是和欢曾主特意吩咐的 他说情之一字 古怪的很 世间万事万物 建议死为终结 可情字恰恰相反 他以死为生 以生为死 最相爱时 对方若死了 那他就会长进自己的骨血里 像寄生的藤蔓 扎根在每一寸血肉中 谁都拔不掉 还是活着好 活着才有变数 有了变数 爱才会扭曲变形 毕竟 在浓烈的爱意 也熬不过时间无垠 比不过世事无常 他说对 秦川恨上二师妹 恨上和欢曾 然而最恨的 还是直接屠戎 秦家满门的那两个和欢曾弟子 他拎着铁锤去报仇 可他一生只懂打铁 与武学意图并不精通 不但没有报仇成功 还被爱慕二师妹的和欢曾弟子 斩断左臂 后来二师妹每次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都会狠狠灌上一口酒 被辛辣的酒水吸出眼泪 他说大师姐 我从没有见过像那天那样大的雨 小铁匠的断臂 被秀月师兄踩在脚下 大师姐 你说那道见光 怎么就那么快呢 快到我来不及阻止 蹭了一下 我就眨了一下眼睛 他的胳膊就掉下来了 小铁匠的脸比死人还白 可他说他还会回来 他说只要四肢里还有一只上载 他就算爬也会爬回来报仇 那天在场的师兄师姐都在笑 只有我知道 他是认真的 他平日不爱说话 可说过的话 每一句都会做到 我比谁都清楚 小铁匠不是那些人的对手 他每次前来报仇 最后受伤的只会是自己 我阻止不了他 所以我替他杀了那些人 我知道他不会因此次原谅我 我只是无法眼睁睁看着他受伤 那滋味真的 比我死还难受 二师妹背叛了师尊 叛逃了宗门 一路逃亡 好几次险些丧命 伤好之后 他就找过小铁匠 只不过藏在暗处 没敢现身 他在青崎山里 建立一座小屋 每日叮叮当当的打铁 他要重建神剑山庄 为此他需要打造出一件旷石神兵 重新打响名号 然而他的左翼一段 要铸造神兵南路灯片 二师妹藏在树林里 默默观察他很久 他打飞了许多铁 一日比一日沉默 一日比一日销售 他想 不就是一件神兵吗 没关系 我来打 他想要的 我帮他做到 二师妹嫌疑一眼圆圆 轻蔑的一笑 老娘忙着打神兵 没空搭理你 从哪来滚哪去 圆圆勃然大怒 敬酒不吃吃罚酒 一阵浓烈的心风 扑天盖地袭来 剑宗上空的天 被血云遮蔽了大半 众生直冲九天 声声压下四肝 魂翻数万怨魂的咆哮 在场众人使海一阵激荡 不由面露惊骇 赶紧催动法器 护肚周身 有修为低下的弟子 连坑都没坑一声 直接晕过去 被同门手忙脚乱地抬下去 二师妹这边也聊崩了 人员面色沉怒 帅和欢宗弟子 陆下十二天魔法阵 一时间彩袖翻飞 相风阵阵 月声激昂中杀气腾腾 二师妹冷笑一声 腰开裙摆盘膝而坐 束手拨弦 束得之快 令人眼花缭乱 气势奔腾 宛若金戈铁马 一队十二 阵势丝毫不输 九州正道这边 已经有了填车之剑 在月声刚起时 便结成法阵 护住各自宗门的义子 凝神观望写道两宗的实力 神情骇意 无量大师念了声佛号 忧心忧忧 数百年未见 写道的年轻一辈 实力竟如此了得 我正道之中 怕是只有流风剑主 米云宗的池不归 以及青红仙子等 寥寥数人可与之抗衡了 魔掌道销 两百年后 正习经闻大笔 实在令人担忧 只看回血剑主在那之前 能速速成长起来 江里紧了紧握剑的手 撞着惆怅 大师放心 我必然得回血剑认主 必全力以赴 不断我九州正道之威 不提起残剑贤霜 剑宗众人警惕地将江里护在身后 竹林大笔 不吃笑一声 向门外走去 血煞老祖化神修为 小师弟与他修为差距过大 虽然此时看上去游刃有余 不过是站着天生擅长攻击神魂 以及对方并不想真正伤他的优势 二师妹那边也不容乐观 虽然看上去势均力敌 但他数十年来 专注为秦川炼制神兵 于修行一道 多有荒废 在远远等门的攻势下 也坚持不了多久 我得去帮他们 刚迈一步 有人拉住我的衣袖 扶摇 你去哪里 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但是他们血煞宗女和欢宗的事 你去掺和什么 是西岩碧蓝蜂蜂主的清传弟子 也是我曾经的宗门好友 他们是我的师弟师妹 若明昭眼中满是怒火 混账 他们算你哪门子的师弟师妹 不过是心邪道与灭 你真正的师弟师妹 在我身后 在剑宗 我挺直几辈 毫不退缩 何为正 何为邪 谁来判定 我师弟领悟所化 师妹常居西极 手上未曾沾过一条无辜者的性命 怎么就是邪了 在你们眼里 将临是师夺宝 是形势所迫 情非得已 我师弟师妹 只因为出身邪道 就是罪恶滔天 杀之后快 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这是哪门子的正邪 分明是门户之剑 立我者正 逆我者邪 黑白尽有你们分说 孽障 我扶开西岩的手 在众魁魁下跨过门槛 踏上台阶 西无风主 苦口狐心 扶摇 你可想好了 先前种种还算是我们建宗内部的家务事 装修大点也好 封门石碑也罢 还有挽回的余地 可你若执迷不悟 当了九州同道的面 却到那两个邪道云叶身边 就是站在建宗和整个九州正道的对立面 来日相见 我们就是正邪不两立的仇敌 同门操戈 生死相搏 往昔情义 尽负流水 确定不后悔 我摇摇头 我只知道 今日我若袖手 日后定然后悔 你 哎 执迷不悟 我沿着台阶往下走 行至一半 背后传来谢长庚气恼的声音 大师姐 你可知你这一去 你彻底没有回头路了 今日之前 你是咸双建主 别人尽你尊敌 今日之后 你便是自甘堕落 受万人唾骂嘲笑 这时整个九州正道 再也容不下你 你从前的功劳名声 威望成就 将被一定抹杀 这些 你都无所谓吗 我没有说话 大师姐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血沙老族与和欢宗族 都是兄弟赫赫的习道大门 你爱了他们的事 又会遭到不死不休的追杀 那些人可不会像我们一样 对你属下留情 那看向场中 已落入下风的二师妹和三师弟 声音冷酷 就算你的师弟师妹 像你说的那样 没有做果额 可他们今日暴露身份 也是命中有此一劫 怪不得旁人 我盯着他 笑了 谢长庚 你懂个屁 谢长庚因为失血而发白的脸 瞬间提倾 如果不是为师父报仇 二师妹和三师弟 也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他们饮顿百年 众花打铁不问世事 就是想远离纷争 明知道陪我来建宗 就有暴露身份的风险 可他们还是毫不犹豫的来了 你知道是为什么 谢长庚面皮绷得紧紧的 眼睛一顺不顺的看着我 我看着不远处陷入敖战的师弟师妹 傲然一笑 因为我们都是洛霞宗的人 是赵青松的弟子 此番出山 就是要为他讨个公道 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他喃喃自语 疯了 一个个都疯了 为一个死了的赵青松 赔上名声 赔上性命 拼阙一身修为 与整个九州为敌 值得吗 我挑了挑眉 听上去是不值得 可我乐意 血云至上 血煞老祖正因为困住三师弟 而姐姐怪笑 我脚踏残剑 大袖一斩 万剑 听令 给我起 剑池之中 无边剑气冲天而起 在场重龙的配剑 开始剧烈颤动 随后脱离剑翘 冲入半空 先是第一柄剑 然后是第二柄 第三柄 第一柄 第五某柄 密密密麻麻麻的飞剑 从四面八方 汇聚到头顶 除了剑宗宗主 与十二峰峰主 以及与刘峰剑 心意相通的卸成中外 所有人的配剑 无一例外 受罩而来 包括回血剑 江里眼睁睁看着回血剑 正扑他的手 飞入我掌中 顿时焦躁起来 大师姐 神剑认阻 你自己的弦霜断了 难道要抢我的回血不成 我谈了谈回血剑 细窄的剑身 黄手一笑 回血剑之主 很了不起吗 难道没人跟你提过 却飞剑遮天蔽日 直冲血煞老祖而去 无感招魂帆 极其折断 从半空坠落 十万怨魂瞬间牺牲 鼎烈的钢峰 瞬间撕裂翻滚的血云 何欢宗忠女 被扑天带地的剑起钢峰 在身上割出无数细小的伤口 央红的写在雪白的肌肤上战开 犹如雪印红霉 人群里有人倒心 一口冷气 这就是剑主的实力吗 是咸霜剑主的实力 没看到回血剑主 连自己的剑都护不住吗 没想到剑主之间的实力差别这么大 别忘了 这个还是咸霜剑断了的情况下 将你咬住下唇 直勾勾地看着我 眼神里飞快闪不一丝怨底 所有人惊骇敬佩之际 我忍得又忍 还是没忍住 猛的弯腰喷出一口鲜血 飞剑失去控制 从半空中坠落 叮当声不绝于耳 用秘术强行提升智化神境 果然不长久 二师妹和三师弟一左一右靠过来 让我护住 他们两个的情形 也不比我好多少 三师弟脸色白得像个水鬼 二师妹发迹歪歪扭扭 胸前血迹斑断 血沙老祖从荒材的疯狂袍团中缓过来 气得虚发张狂 恨不能将我生腾火锅 远远眼珠转了转 娇滴滴笑道 老祖 这弦霜剑竹 有些古怪在身上 咱们联手如何 接接接 甚好 老祖我要将它错骨扬灰 抽出三魂七魄 变成镇红帆 三师弟盯着杀气腾腾的血沙老祖 面色冷燃 我走 你们安 哼 想的美 你走了 宗门里的花谁带照看 二师妹狠狠抹了一把嘴角的血 明眸透出一股子很近 还是我来吧 我的伤是我了解 今日怕是走不成了 可老娘也不是好惹的 死也得拉几个点呗 小师弟 待会我自报原因 把他们组上一组 你带大师姐先走 他回头看我 眼中亮起薄薄的水光 将月下毒桌时 酒入愁肠的梅浪 大师姐 就说你在外头背着他 左拥右抱 美男环似 不知有多风又快火 早忘了他姓氏名水 但他气得一辈子不见你 不从衣服上撕扯下一块布条 把咸双残剑缠在手上 深吸一口气 缓缓压下丹田气海传来的痛楚 你带世界我还没死呢 哪轮得到你们两个 怕嘛 二师妹仰起唇角 即使狼狈不堪 依然没眼战战 变色惊人 老娘这辈子哭过没怕过 三师弟什么也没有说 过磨横起白骨哨 顶剑隔前 九州正道众人中 忽然传来一声爆喝 业障 为一个狗屁落侠宗 你当真不要命了 我没有回头 一条命罢了 死便死了 在血沙老祖接接怪笑促冲而下 何欢宗仲女步步逼近那一瞬 我将手中残剑 狠狠刺向脚架白鱼砖 给我 破 咸双是神剑 即使断了 比非一般的剑能笔 剑剑所及 白鱼砖瞬间军裂 蛛碗般的西凤 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整个剑锁的地面都开始晃动 众人面露惊骇 连血沙老祖等人都顿住 警惕的环视四周 一声低沉的咆哮传来 苍茫浑厚 仿佛来自亘古洪荒 不好 红龙要跑出来了